哈喽 大家好啊 老天呐 今天一看日期都已经是12月1号 一转眼2023年 就结束了 告别2003年 迎接2024年了 这一年过得快 周文强老师说一个人之所以没有成功 是因为没有找到他自己的合适的轨道 一旦找到他合适的轨道 这人很快就成功了 周文强老师的话 从他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干过20多个行业 而我呢 到目前为止 也就干了这么一个行业 从2005年 找工作到现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还在这老老伟堂里边 这儿维持着干着 按说应该对这个行业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有客户过来 写个报价单 这都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跟客户之间的沟通 都是一个问题啊 我似乎在一直 我似乎一直在逃避这些什么地方 可能 心里有些恐惧吧 到现在连个报价单也写 写不好 还都得问老板 要不说这十几年过去了 别说进入了 反而感觉自己有点倒退 当年的话 那时候装个高 高配置的电脑还挺兴奋 装一个电脑还挺高兴 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现在反而 没什么兴趣 感觉没啥意思 那种激情 热情都没有了 所以岁月的 由是 那股激情 那股热情好像也被磨灭了 也差不多了 嘿嘿 他说 郑文强老师说 反正 最起码得保持一个乐观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能够影响到你 真正影响到你的还是你自己 没有人 哎呀 没有人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没有人会让你不高兴 哎呀 真正 还是 真正影响到的还是自己啊 不管 不管 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 别人对你怎么样是他的业 你对别人怎么样是你的业 要记住这句话 这是周文强老师说的 这是周文强老师说的 哎呀 说了 哎呀 我 从2005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吧 电脑行业我感觉虽然说 从奔腾到酷睿到现在已经更新了十四代 可是呢 我感觉唯一技术上 进步了也就是硬盘这一块啊 硬盘从M.2 从那个SAT 机械硬盘 然后到固态硬盘 普通的固态硬盘 到M.2固态硬盘 他从体积 容量 都发生了很大的速度 还有速度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他的 外观其他配件外观 还都是那样的 没有很大的变化 插槽 还是那种插槽 接口 变化也不大 哎呀 我发现 电子产品 发达的地方 都是在广东那一块 尤其是在深圳那一块 由因为我之前买过 七八个 麦克风 他的制造厂家全是在广东那边 我的天 可见广东深圳那边的电子产品 是多么的发达吧 那边的电子厂都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所有电子配件 都特别全 哎呀 也不知道说点什么 一天反正也没个人 哎呦 一黄一天又过去了 一黄一天又过去了 嗯 嗯 总之啦 要时刻保持乐观开心的一个心态 不要 一些任何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和负面的一些新闻啊视频啊都不要看 看到了就把他关掉 看到了就把他一闪而过 嗯 时刻保持一种积极向上 乐观的心态 嗯 这样的话 自己的运气 时运 可能才会好 嗯 整天抱怨 整天抱怨 整天来 哎 忧郁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人活一世 其实 就是图个开心吧 开心也是一世 悲伤也是一世 为啥要让自己活来这么难受啊 哎呀 啊 哎呦 喜马拉雅 当初的话 很多年前 还没有 还不是很火的时候 实际到现在 发展这么大 在音频界 也算是一个老 大佬 哎呀这个主播这个行业 抱个班 入门 便宜点的也得四千块钱 贵点的八千块钱 到了班 学完以后 还有设备费 买个设备得四千块钱 便宜的也得三千块钱 就下来 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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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设备钱 得一万块钱啊 反正我发现 说这个有声少说 有声书 还有一些 音频上 好像普遍都在说 男的非常缺 但是这还是女的特别多 缺这种 男生缺的非常多 非常稀有 都到了 女生的话 都比较 普遍 哎呦 这十来分钟了 先扯 胡扯 一天过去了 告别二零二三 迎接二零二四了 就这吧 一天又过去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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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